仅仅39分钟赛会5号种子乔纳坦就惨遭淘汰 顽强的防守犀利的进攻 也许今年世锦赛他真的能有所突破 半场反手抽球 连贯头顶区点杀斜线 李子佳反应速度是真的快 反手勾往前 连贯后场跳杀直线 控制往前小球 再次后场跳杀斜线 乔帮主反手拨对角下往 这个回合可以看出李子佳打得非常耐心 接杀球挡对角 虽然这球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但这确实也是实力的体现 乔帮主控制往前 连贯后场跳杀直线 李子佳跳杀斜线还以颜色 这球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首局双方的对攻打得都非常精彩 但李子佳明显控制了场上的局面 随着乔纳谈挑球下网 李子佳就以21比13赢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开始后 乔帮主并没有轻易放弃比赛 连续后场进攻打得非常坚决 面对乔帮主的进攻 李子佳也毫不示弱 如果双方的进攻如同尖刀一般撕破对手的防线 那么这一回合 他们将防守和控球发挥到了极致 李子佳突击斜线 乔帮主连续头顶区杀斜线 李子佳后场头顶区杀直线 可惜乔帮主往前挑球出界 这个多拍回合可以看出 李子佳相比以前打得耐心多了 乔帮主往前扑球 再次被李子佳挡了回去 这防守打得乔帮主也是无可奈何 比赛后段面对李子佳的防守和连续后场进攻 乔帮主很难有应对的方法 连续掉往前小球 连续掉往前小球 冠冠头顶区点杀斜线 虽然比分相差很大 但乔帮主并没有放弃 随着李子佳后场跳杀直接得分 就以21比15赢下第二局比赛 2比0战胜乔帮主晋级下一轮 赛后面对采访他是这样说的 很多中国球迷都认为你是大赛型选手 因为你苏碑也打得很好 也是全身嘛 你自己怎么觉得呢 希望他们说的是对吧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也不懂